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男人 美女 你们冷吗 我们不冷啊 你只要不讲笑话我就不冷 但是我看你们穿着丝袜什么冷不冷 听着你的笑话开始变冷了 现在手的开始哆嗦了 你干嘛要关心我们的丝袜 你想多了 月人 我什么都没想啊 你要说什么 我说天寒了 多穿衣服 修远 告诉她为什么 天寒了呀 腿容易冷 冻坏了都不好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妈妈经常说 要穿什么呢 秋裤 别抖 你可以说你能不抖吗 老发啊 秋裤有很多种嘛 你为什么拿一条这么丑的 纯棉的 代格便宜 你拿这个秋裤 然后你问我们两个冷不冷 然后拿出来之后 又是一条男士秋裤 我是为了提醒你们要穿秋裤 你说要穿秋裤啊 我就要问一位 我们现场多少观众穿的秋裤 穿秋裤的人请举手 真的吗 真的 你们真的穿的秋裤吗 这些观众等一下走的时候 到门口我要检查 谁没穿 你们知道吗 穿的秋裤就不时尚了 时尚的头号大迪 到底应不应该穿秋裤呢 我记得前段时间网上有个留言 反正说中秋裤是一种阴谋 是这样的吗 最近在网上流传这一篇文章 该篇文章称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人民穿着秋裤 其中就包括中国 秉承秋裤对全民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 因为当我们穿上保暖的秋裤 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就会在几代之后丧失 穿秋裤的人腿部抗寒基因就会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 秋裤作为冬季必备的贴身内衣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吗 这篇文章所说的究竟是真的吗 言下之意就是它是一种产品的输出 它让你穿然后让你依赖它 没有它你就过不了冬天了 打击我们的一种方式 这个传言里面说的言之凿凿啊 还要说这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论证就进入中国 感觉好像在做临床试验一样 而且秋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秋天穿的裤子 这应该是一个俄文的音译 真的假的 对 秋裤式机 简称就叫做秋裤 真的是秋裤式机吗 不是秋斯科老式机吗 哇 立刻把你比下去了 秋斯科什么 好吧 都是秋裤 那么这个秋裤究竟是不是只有中国人穿 外国人都不穿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 在你们国家穿秋裤吗 我们在美国很少穿秋裤 就去滑冰 滑水的时候才会穿 有的时候穿 好像有在冷的地方有的时候穿 在一两年轻人都不穿 但是老年人他们穿 看来如果天气冷或者因为环境需要 外国人也是会穿秋裤的 另外在国外也有内衣品牌 请大牌明星为自己切离秋裤产品做广告 也足以说明秋裤在外国也是很有市场需求的 所以外国人也穿秋裤 外国人也怕冷 而且关键是男神都穿秋裤 公平穿秋裤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冬天保暖的方式有很多呀 戴手套戴帽子 穿羽绒服 穿棉被签棉砍尖 难道我们穿这些都会削肉抗寒能力吗 比如说最简单的最常用的就是羽绒服 穿了这个羽绒服之后 难道就会降低我们的预寒能力吗 我觉得不是 比如说我如果有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忘了穿羽绒服 或者穿了一个相对比较薄的衣服 但是我也能够扛住那个寒冷 只不过是感觉上的差异而已 对 只是单纯了为了预寒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脱去身上的绒毛 从猴子的时候就不应该掉毛 王成刚你还有啊 来 你把手伸出来 就是猴子也不过就是如此嘛 不穿秋裤会降低我们的预寒能力 这是一个谣言 穿秋裤看来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不穿秋裤可能就会引发一些病症 我们下面呢 就用一个真实的病例去告诉你 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43岁的韩女士 从去年开始 时常感到膝关节剧烈疼痛 严重时甚至无法独立行走 连正常的站立坐下都需要别人搀扶 经过医生诊断 韩女士必须进行膝关节致患手术 可韩女士却纳闷了 为什么自己还没步入老年 膝关节的寿命却早早结束了呢 其实早在韩女士30岁出头时 她的膝关节就已经开始不定期的疼痛 尤其在天气阴冷的时候 疼痛还会加剧 那时的韩女士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患上了老韩腿 更加不会意识到 在冬季节也经常就穿着短裙丝旺就出门 尽管也会觉得动腿 看不穿秋裤还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吧 吸关节都没了 就是30几岁 然后出现问题 就把这个关节整个要换掉 换关节 我只听过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爷爷奶奶 这个关节实在用不了了 严重影响生活才会去换关节 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她的这个关节问题 跟她不穿秋裤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作为我们台上四个都还没有穿秋裤的人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 到底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要请上一位重量级的来宾 我们要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骨关节科 吕厚山教授 掌声欢迎 历院长好 历院好 今天您来 小远特别激动 李教授是我们人民医院老院长 人民医院里面流传着很多很多 关于吕教授的传奇事迹 真的吗 欢迎我们的老院长 欢迎李院长 好吧 李教授 我们要讨论穿秋裤的问题 刚才你们说那个病例 病例就是因为没穿秋裤 最后都换七关节 是肋风湿 什么的这些原因 当然得肋风湿 跟寒冷有关系 寒冷是咱们最终 换膝盖的一个诱因 腿是比较怕凉的 含从腿上起 膝关节周围没有什么肌肉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 它就是皮包骨头 膝关节是咱们身上怕冷的地方 不穿秋裤就会换关节 不能这么说 不能 但是你如果不穿秋裤 膝盖受凉 凉引发的很多问题 导致膝关节出现了一个病变 严重到一定程度 要治患关节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个秋裤肯定是很有穿的必要了 穿什么样的秋裤 或者说腿部 采用什么样的保暖方式 吕大夫您看看 哪个靠谱 哪个不行 好吗 我们都拿过来了 有三种 你们都穿哪一种 如果必须穿 第一个它可以保暖 第二个 我们在手指工作 经常得站着 这种防静脉曲张 防止血管的静脉曲张 下午的时候 小腿就不会有那么酸疼 一举两得 既保暖又防静脉曲张 这个是从脚踝到膝盖 把膝盖包绕住了 这是一种 我要选的话 小远没得选 里面唯一一个男生穿的 就是这条 你这个就是刚才 他拿起来的那条 比较宽松的 相对比较宽松的秋裤 然后这个呢 它的这个是一个加厚的裤袜 就是有弹力的那种 这基本上就可以概括了 市面上零零总总 但是大铁就这三类 一个是功能性比较强的 弹力袜 一个就是宽松的 还有这个呢 就是这种裤袜 那到底哪一种的 这个保暖效果是最好的 我们特别请了一位美女 到户外去体验了一下 到底哪个效果更好 紧身保暖裤 防静脉曲张袜 宽松秋裤 这三种保暖产品 究竟哪种保暖效果最好呢 我们找来一位志愿者 让他分别穿上三种保暖产品 来测试一下 他们的保暖效果 首先 在温暖的室内 测量了志愿者膝盖的温度 结果显示为26度 随后 我们让志愿者 每次分别穿上不同的保暖产品 在温度为15度的户外 待上半个小时 半小时后 再次检测志愿者膝盖的温度 通过温度数据 来分析三种保暖产品的 保暖效果如何 结果显示 志愿者穿着防静脉曲张袜 在户外待上半小时 膝盖的温度为23度 比志愿者室内膝盖温度 低3度 说明其保暖效果并不理想 导致膝盖温度下降 而紧身保暖裤效果其次 显示温度为25度 而穿宽松秋裤半小时后的 显示温度为28度 比志愿者室内膝盖温度 还要高2度 说明其保暖效果最理想 结果出来之后 很多人觉得大吃一惊啊 为什么如果冬天 用它来做一个防寒的 保护膝关节的 这样的一种服装最不好 你是在手术室里戴的 是合适的 手术室绝不会低于零上十度 最大的缺点是它太紧了 它限制了血液循环 它防止静脉扩张 有弹力 但是它保暖的效果是最差的 它不仅仅不保暖 而且还限制了体外循环 这个呢 可以说介于这两种之间 它呢 保暖的地方 加厚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腹部 而在这个漆关节这里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 它还是要紧一些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种宽松的会好一些 第一 这是棉的 什么棉的 棉花的纤维当中 就能含有气体 储存很多热量 另外一个 这种宽松的 是在皮肤和秋裤之间 形成了一个暖室 像咱们种菜的温室一样 它能够很好的保暖 另外一个呢 它吸水吸汗 潮湿 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人在潮湿的环境当中 会感觉到更冷 在南方住过的人 在那过过冬天的人 都深有体会 没错 湿冷湿冷的是最难受的 再加上点风 很快地就把热量给流通了 而这个暖室呢 既能够流出热量 又能够干燥 还有一个呢 它在风和你皮肤之间 形成一个暖室保温 所以呢这个是最好的 哎呀 很想到实验证明 最老范的 是最有效的方式 现场是穿这样的秋裤的 各位请举手 都是老人 属然阿姨们 基本上都是这种款式的 也就是说 真正穿醉的人 还是属然阿姨们 选择最正确 那我再多问一句 问问大家 什么时候开始穿秋裤 秋裤秋裤 应该是秋天吧 我穿秋裤 有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什么时候就觉得 应该把这个裤子套上 就是感觉凉了 就穿上了 感觉凉了 暖气还没来呢 屋子里比较冷 去年冬天穿秋裤了吗 不穿 你今年冬天 也没打算穿是吧 没打算穿 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吗 叫美丽动人吗 所以刚才我们采访了 两个观点 叔叔就是说 稍微有点冷了 我就要把这个秋裤套上 姑娘是万不得已 我才不穿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 遇到什么样的温度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 放出一个信号说 你需要增添 一个额外的保护了呢 尤其是当我们觉得冷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身体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也为此 特别做了一组实验 去看一下 膝关节对于温度变化 会有什么反应的 我们请一位女性测试者 露出双腿 在23度的温暖室内 对其腿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在10度以下的时候 肌肉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抽搐 这个肌肉抽搐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 正常的人的所有的生理活动 在什么时候最合适呢 36度5左右 我们的体温是吗 对 这是长时间的 对生物进化和淘汰 得下来的一个最佳的生物活动的一个温度范围 所有的眉 所有的肌肉 所有的心脏 传导 都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如果外界的环境和我们体内的温度相差到20度的时候 就可以出现异常了 那说15度 所以一般的人认为 10度一定要改善自己的外界环境了 所以你看 如果达不到这个温度 人体长时间的处在低温的环境下 特别是老年人 就可以出现死亡 所以10度是非常重要 低了怎么办呢 人就得要活动增加自己的热量 这是一种生理的反应 他说那个抽搐其实就是哆嗦 就是哆嗦 那么我们身上很多浓源 实际上是在肌肉里面 肌肉里有很多鸡汤源 那么你在劳动的时候 实际上这鸡汤源就分解释放 产生热量 循环到全身 改善了身体的情况 如果禁止在那的话 人体的自然的反应 就是肌肉震产 这个叫寒战 寒战 就是鸡汤源 然后释放热量 前提是你要有肌肉的收缩 有运动 怪不得每一次来暖气之前 家里特别冷 我说妈妈我好冷 我妈就说起来把地擦了 擦了就热了 妈妈你好高明啊 那你短时间的是可以的 你消耗完了怎么办 消耗了没来得及补充 这个时候还是不行的 所以呢你要给身体 留出一个空间来 让它能够血液循环 能够补充才行 我现在被说服了 就是秋裤穿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有没有哪一类人 他特别需要 要把这个秋裤给穿好穿对 要不然的话就会出危险 确实有那么一类人 如果他要不穿秋裤的话 他的制残率还是挺高的 大概有一半吧 50%到53%左右 那么高的制残率 在我们大家当中 不穿秋裤的人当中 会有一半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有一类人 是膝盖疾病的高危人群 具有这种膝盖特征的人 如果不穿秋裤 不注意腿部保暖 制残率高达53% 究竟是哪种膝盖 极易造成腿部残疾 我们请来了五位美女模特 这种制残率极高的 膝关节类型 就隐藏在他们之中 美女展示完毕 那下面有请我们吕老师 给大家演示一下 哪样的腿 会比较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啊 我想你们这么样 是看不出来的 我想你们腿不能弯 李赵 把两个踝关节并拢在一起 脚踝是吗 脚踝 然后站直 你们的七关节的内侧 是不是能挨在一起 那么这个实际上 你看也没用 最好就是用一张纸 发一张纸 就合在膝盖上是吗 那你们加上 你来抽 看能不能抽出来 呦 王晨高 这些那种粗活都我来干吧 好吧 这些 你们自己加住 加在这个 加在这个膝关节里面 两个踝关节要并拢 哇 掉了的就悬了 我抽了 你抽试试看 有没有阻力 还行 这个阻力很好 这个特别难抽 王晨高那不是特别难抽 你是特别浅抽 他们基本上来讲 是个正常的七关节 既没有七那一番 也没有七外一番 那如果像我这种 五张都夹不住的 我们主持人 这四个主持人当中 倒是问题比较严重 下面呢 我们四个主持人 站在中间 我们来试试这个价格 来吧 每个人拿一张纸 然后加住 那么你看 正常的七关节 在两个踝关节并拢之后 这个是加得非常紧的 站直了 你看 拽都拽不出来 我们看看月月 非常牢 手放下 哇 太牢靠了 哇 腿特别直 手放下 好的 来 你还行 伸直 你别走 屈膝的时候是站上了 但是一伸直的时候 它就分开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心内饭 你看 它多大 多大的风 好的 你呢 伸直 好的 很好 怎么样 修远 你站直了 好的 还可以 实际上呢 就是我这两面 它们两个是有七内饭 什么叫七内饭呢 踝关节站直了 腿也伸直了 这七关节呢 像月月一样 这就是七内饭 正常的是都能并上是吗 正常的 正常是直的 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 家里人跟我们说的是 这个X型腿和O型腿 你太讨厌了 七关节并到一起 但是踝关节又并不到一起的时候 就像个X 是吧 这是X型腿 O型腿呢 踝关节站在一起 七关节分开了 这个是O型腿 天哪 原来我是残疾 那么你是XO型腿吗 将脚踝并拢 站直 如果膝关节无法并拢 则是膝内翻 也就是O型腿 如果膝关节并拢 踝关节无法贴紧 则是膝外翻 也就是X型腿 这些膝关节问题 这些膝关节问题隐藏着怎样的制裁隐患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膝关节呢 这有什么害数呢 咱们正常的人呢 实际上从骨骨头连着七关节的正中线 再下去这样一条线呢 正好通过踝关节的终点 力是非常均匀分布的 如果你有内翻 那么这个力线呢 就向内侧它倾斜了 你内侧的关节受力 就比正常的人要大得多了 容易磨损还容易损伤 它就容易受伤 那么七外翻呢 外侧受力比较大 容易磨损和损伤 你们两个虽然是有一点七七内翻 还不重 我今天带了一个很重 明天就要给他做手术的患者 那我们就掌声请出这位特殊的观众 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您可以录上来 谢谢阿姨啊 谢谢您 您把两个脚并上 大家看 这个距离多大呀 两拳的距离了 将近 这个是由于长时间的 这个七关节的内翻 加上半月板的损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病了 膝关节内翻外翻 严重影响受力平衡 如果再不加以保暖 长此以往将会酿成残疾 甚至瘫痪风险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保养膝关节呢 李老师 那我这个腿最直 我只要按时到时候把秋裤和保暖裤穿上 注意保暖 应该不会到换关节那种地步了吧 如果它始终是一个知冷知热的 那就行了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产生了一些损伤 七关节有了损伤以后 即使你穿上球裤 可能也不行 运动也可能是膝关节杀手 不正确的运动相当于自杀 接下来我们请出六位运动达人 他们分别进行一种运动 站桌 登山 太极拳 广场舞 乒乓球 和羽毛球 这些我们经常进行的体育锻炼 会不会是膝关节杀手呢 哪种运动对膝盖的伤害最大呢 大家来看我们身后六个漂亮的女孩 谁的运动 最伤膝盖 她就要走到 我跟吕大夫中间来 到底是谁呢 这个姿势是最会膝盖的 为什么 蹲马步 当测试者的双腿弯曲至120度和90度时 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分别为405斤和810斤 通过我们红外动作捕捉分析系统的测试 就是结合测试平台以及相关公式的运算 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是60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60度的时候我们就是三倍 如果我们弯到90度的时候就六倍 所以它这上面这个压力特别大 而且呢站桩的时候是不动的 这是软骨之间的营养就停止了 不仅仅于压力 而且呢它的营养就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是最大的 我有一个病人 他呢别人给他出的主意 说你要站几十分钟 他站了两礼拜不到 两个腿都结 这个角度是多少度啊 应该60度 那这是四倍的体重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呢 就是全部都蹲下 你不要帮你每天早晨的动作模拟出来 功夫了得的人 那是从小练的童子功 那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地去模仿 觉得自己一两天 一两个星期就能学会 那样只能导致关节积液 然后最后被吕教授做手术换关节 就是太可怜了 除了这个女孩代表的这种运动之外 她代表的是太极拳 我们知道太极拳有一些动作 她也会有这种屈膝 有一些是蹲得非常低 然后在非常缓慢的有一些动作 这些也是很伤膝盖的 因为她们下蹲的程度 跟这个不相上下 对 你像她这不管是抱球也好 哇 好厉害呀 李大夫 是这样的 一把分钟也好 她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运动 她压力有没有有 但是她压力很短的就缓解了 她的软骨的营养很快就恢复了 对 所以呢 她的损害性要比那站桩要好多了 明白 来 先掌声感谢一下这两位美女 谢谢你们两个人 谢谢 我们再请登山的那位 到底在登山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有多大的负重 同样我们也在场外做了一个模拟的实验去看一下 由于登山与爬楼梯时倾斜角度情况相似 因此我们使用专业的侧立楼梯来代替登山 测试一下此时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究竟是多少 通过五组的上下楼梯实验我们发现 一个体重为一百二十五斤的人 在上楼梯时每一个膝盖所承受的压力是三百七十五斤 而下楼梯时每一个膝盖所承受的压力是一千一百二十五斤 测试的结果发现在上楼梯的时候 那冰骨和承受的压力可以达到静态的就自身体重的三倍 在下楼梯的时候 你在下自能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七八倍 甚至到八九倍左右 我们也不是说咱们观众朋友以后就不能爬山或者爬楼梯了 其实在爬山和爬楼梯的同时呢 我们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可以保护您的膝盖 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在爬山或者爬楼梯时 减轻膝关节的受力 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步一只手扶着栏杆 第二步增加躯干的弯曲度 将膝盖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分散到胯部 第三步上楼梯时减少膝盖的弯曲度 用整个身体力量往前走 但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的躯干是挺直的 不能驼背 这样的爬山和爬楼梯的方式 不仅把重力有效地分散到了全身 也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膝盖 另外 我们第一位上场的这个穿绿衣服的 跳了非常漂亮的广场舞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有什么样的损害 舞蹈有好多损 我看到在广场上有扭秧盖的 有这个交际舞 还有弹歌 会跳弹歌吗 会吗 啪 哒 弹歌就是弹啊弹歌走 三步一串那么两啊两回头 五步一下摇 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弹啊弹歌走 这叫弹歌 有很多是突然的这样的转身 扭身 抬腿 这些动作是对身体 有的时候在没有活动开 实际上就像做一个剧烈的运动 突然的转身 突然的拧脖子 这些要扭上 每个人的柔韧性是不一样的 身体的极限也是不一样的 在跳广场舞锻炼的时候 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活动的限度是好的 对 这样比较合适 那么我们还剩下两个 一个是乒乓球 羽毛球 都是大家日常非常常见的运动 很多人都很喜欢 那这两项运动 对我们的膝盖有什么特殊的损伤吗 你再跳起来 再落地 你本身就不稳定 这时候它就给你夹赠它的损伤 乒乓球呢 它不仅仅是膝关节的 韧带的损伤 往往有的时候一失足摔了 一腰部 也可以造成腰椎键盘的特殊 当然我强调的 这些运动的时候 最厉害的我们说是战装 伤害膝关节运动排行榜 第一名 战装 长时间保持膝盖90度弯曲 单腿负重高达体重的6倍 第二名 登山 单腿负重高达体重9倍 第三名 羽毛球 频繁起跳落地 严重增加膝关节负重磨损 那么膝盖损伤最小 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运动 是什么呢 有没有不让膝关节受损伤的运动了 李老师 当然有 最好的运动 对于老年人合适的 那就是游泳 我们跳到水里以后 这个重量是多少呢 五分之一的这样的重量 对 那么在水里头运动 那么对膝关节是绝对好的 对腰也是好的 刚才说的是运动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别的小细节 也会伤膝盖 我觉得要不然这样 我们坐着说吧 马上呢 我们要说到生活当中 四个特别伤害膝盖的细节 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实际上 我说是翘儿郎腿 啊 好 你们都放下来 第一个伤膝盖的细节是翘儿郎腿是吗 对 月月 你再翘起来 那么你们拆一拆 翘儿郎腿 对哪条腿不好 对下面的 压着 我同意对支撑腿不好 看你翘的什么姿势 轻轻地搭着呢 那可能上面这腿弯得比较厉害 如果整个重心都靠下呢 可能下面这个腿受力就比较大了 实际上对两条腿都不好 为什么呢 如果这么翘的话 它实际上这个又加重了它的内翻 对啊 是往上的 这边的松弛 这边的筋 另外一个呢 你这么翘儿郎腿 实际上压住了后面的血液和神经 那么对血供也不好 所以呢 它对上面这条腿肯定是不好 那么下面这条腿呢 你实际上是在内受 而且呢 在屈气 如果你要翘得时间长了 你屈气的角度更大 也是缺血 所以呢 翘儿郎腿肯定是不好的 一个很快的习惯 最近在网络上盛传一篇 拯救膝盖的文章 介绍了一种膝盖操 具体做法为 双手捂住膝盖 顺时针转36圈 逆时针转36圈 然后前后开盒做36圈 再后开前盒做36圈 最后开36下膝盖 文章称 只要每天能坚持做膝盖操 两三年之后 就能治好自己的关节痛 这种保健操 真的靠谱吗 这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要比那翘儿郎腿啊 什么的 都要厉害的多 咱们这个膝关节呢 这冰骨本身 每天你在屈屈身活动 它就有根骨骨的磨损 你再去压着它再去磨 特别是你冰骨的位置 不对的时候 是这个冰骨本身就磨坏了 这个间隙就变窄了 咱们正常的冰骨 应该是两边间隙差不多的 到这个度数你看 宰得不得了 所以说网上的传言啊 大家千万不能轻信 不能轻信 更不能轻易地转发 我们要转 可以转一下 我们在这个微信的 官方公众账号 我是大医生当中 会有正确的信息 转那个准没错 那么我们平时在运动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喜欢戴上护膝啊 有些年纪大的朋友 其实更喜欢戴 那么我这里有很多护膝 你们觉得哪样的最合适 实际上是我是对这个最感兴趣的 我用的话 一般会用稍微厚一点 对 我可能会用这种 如果是带这种保暖的呼吸 那倒问题不大 因为呢 它没有多大的弹性 这种呼吸 是特别要注意的 这种呼吸是什么时候戴呢 什么人戴呢 往往是膝关节的冰骨 向外侧有移位的 或者是冰骨轨迹不正常的 把冰骨固定在那里 但是戴的时间长了 我们四头肌就没有力量 四头肌没有力量了 这时候外翻反而更重了 到底这几种呼吸 对膝关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做个实验看一下 很多人喜欢在家 或者户外活动时 用弹力呼吸 来保护他们的膝关节 这样的做法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找来一位 左腿长期待呼吸的测试者 通过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来检测一下 不待呼吸的右腿 和长期待呼吸的左腿 膝盖周围的肌肉力量 有什么不同 通过测试我们发现 长期佩戴呼吸的 左膝盖的肌肉力量 明显弱于 不待呼吸的右膝盖 经过进一步检查 我们还发现 测试者的左腿肌肉 有较为明显的萎缩现象 所以大医生建议 弹力呼吸可以使用 更不宜长期佩戴 那么前三个生活误区都说完了 第四个生活误区 其实是和受伤以后的保护相关的 使用拐杖 家住北京的王女士 右腿患有骨关节病 时常感觉酸痛 医生建议王女士主拐 这样可以缓解右腿骨关节的压力 减轻头痛 虽然很不情愿 王女士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主起了拐杖 可不久之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自从竹起拐杖后 王女士右腿的疼痛更加厉害了 开始 王女士还能忍着 继续认真的主拐 但不久之后的一天 她准备爬楼梯时 右腿的膝关节传来一阵巨大的疼痛 让她再也无法忍受 原来 造成她疼痛的原因 是膝关节内已经严重轻液 可令王女士想不通的是 自己明明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竹拐走路 为什么骨关节病 却更加严重了呢 你比如说我的左脚受伤了 我的拐杖是搁在哪 你说 左脚受伤 放到左边呗 这样我就 左脚用力就小了 再走两个 你说呢 要是我的话 左脚受伤放哪边 放到右边的效果 好像似乎好一些 顺一点是吗 对 其实对的 应该是放在 她的建侧 建侧也是健康的一侧 对 左脚受伤放在右脚的那侧 很多人 她会放在她的这边 她认为这样受伤了 那么这样走不就更好一些吗 实际上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我受伤了 如果我是左脚受伤了 我走路会怎么走呢 我会这样的 就是说 我把它轻轻迈出去 迈出去以后 我身体这样 马上就过来了 然后再迈出去 再过来了 身体有点先轻 另外一个减少受伤的 肢体的负重时间 是 我要是拿到这面的话 你看 我在出足的时候 实际上就拐杖跟她一起了 我拿拐杖这个身体 像这本轻 我每一次找路一路的时候 都是两个在一起 重量放在这面 伤脚 负重的时间就断了 受伤也是容易造成 膝关节出问题的 很严重的问题 那受伤 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是什么样的精力 会让我们受伤呢 是不是跪搓一把 我不知道 你有体会吗 我还真没跪过搓一把 真的没跪过 年轻人 还有大把的机会 听说受伤这方面 月月好像是专家 是吗 请看大屏幕 好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前两天 滚楼梯的时候留下的 滚楼梯 这个专业名词 我好像第一次听说过 是你自己发明了一项健身运动 就是因为我们有家族的 遗传的滚楼梯的基因 我妈妈就很容易滚楼梯 然后我遗传了这一点 然后有一天下楼梯的时候 我是穿着高跟鞋 然后一脚踩空 然后就膝盖 用膝盖下了四节台阶 所以这两天录节目 要一直穿袜子 因为如果不穿的话 就是这样会吓到大家 踩空以后的结果 我刚才已经被诊断了 我的这个骨头是往里的 对吧 然后我还有经常这样的损伤 然后我还不穿秋裤 我想问一下 吕院长您那换关节多少钱呀 太危险了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多礼拜了 我想想啊 那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了 到现在为止 这边还是疼 包括这也有一点 然后摔到的脚踝也还是有疼 子还没有退掉 应该是认真的对待了 如果是一个血肿的话 两周就应该吸收好了 那没有我的还是子的 如果你的肿胀 超过两个礼拜还没有好 一定要去看医生 否则的话 这里可能有一些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软骨本身没有神经 没有血管 那么如果它上面受了一定的损伤的话 你是不知道的 尽管您的腿很直 也没有内翻 也没有外翻 对 但是如果这些重要的结构 出现了问题 那将来你一定会成为我的病人 那你们先录 那我就先去医院 谢谢 当然你不要 现在马上就去 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马上就能知道 你膝关节里面 有没有损伤 那就是蹲起 慢慢地蹲下去 好的 疼吗 没感觉 起来 疼吗 还好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 膝关节里面的半月板 或者韧带受损伤了 那你蹲下去 起来 一般的你会感觉到疼痛的 没有 没有 你呢 哎呀 为什么想了一下 这个想在什么地方 王晨刚那响声 我都听到了 右膝关节上面 很明显的 好的 咯咯咯咯的声音 你疼吗 哎呀 这想的时候 每次都想 不疼 特别是膝关节 有的人是肩关节 有的人是腕关节 还有这个吗 在活动的时候 对 这个 这叫弹响 很多人都有 你像我这个也有 哇 武林高手的样子 这就是软骨 对软骨的一个弹响 那王晨刚 既然你腿有毛病 要不然就借此机会 今天大腕在 给你查查 好好好 我要用手 一只手 来摸这两个腿 摸它的温度 是不是一样 一般来讲 受伤的那条腿 或者是有毛病的那条腿 疼的那条腿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 无子眼宗丸 独家光明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一般来讲 受伤的那条腿 或者是有毛病的那条腿 疼的那条腿 它都会比对侧 温度要高 这说明它有炎症 其实你们自己都可以摸一摸 你们自己的两条腿 温度是不是一样 自测方法一 用手摸双侧膝盖温度 温度高的一侧 膝盖可能存在 膝关节损伤 拜它超深和弯 一般正常的腿 过深过趋 它都不会疼痛的 如果疼痛 说明有问题 自测方法二 用力弯曲伸展膝关节 如果出现疼痛 可能存在膝关节损伤 如果腿疼 膝关节检查没有毛病 并不是说它没有毛病 甚至还有更重的毛病 那更重的毛病 还有什么毛病啊 腰的毛病 这个是咱们的腰椎 它是腰椎 是一个向前凸的 这样一个弧度 每一个腰节的骨头之间 有一个这样黄色的 我们叫做椎间盘 那每一节腰椎 都向外探出来一对神经 这对神经呢 向下一直支配咱们的腿 椎间盘一突出 压迫了这个神经 实际上有很多病人 压了神经以后 它表现的不是这个神经疼 这个地方疼 而表现的是腿疼 还要这么样 把它腿抬起来 腰有毛病的时候 我这一撑它 牵拉这个神经的时候 它的这条腿就会起来了 自动地就起来了 自测方法三 平躺 一条腿抬起90度 如果另一条腿自动抬起 可能存在 腰椎神经 压迫腿部疼痛的问题 我问您一下 如果是有外伤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不能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 跟越高超过五公分以后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屈膝 对 稍微有一点 我们穿了高跟鞋以后 膝盖是这样的 对 并不是完全神经的 它的正经是向后的 那就是说 穿高跟鞋的女性 相当于你们的膝盖 长时间是有一个向后 驱的这样的一个 轻度的 轻度的向后 动作 但总而言 这是对膝盖不好的 这个时候呢 冰骨和鼓鼓科之间的压力 要相对来讲大一点 那袁医生 因为我刚滚过楼梯 所以一会儿我就把鞋换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换了吧 听着听着 越听越吓人了 这条中的一些误区 会导致我们的膝盖损伤 我们伤了以后 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膝盖呢 我真的是有两样法宝 越远 也许对你是有帮助的 太棒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 无子眼踪完 独家光明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你看看这是什么 踢件子 纱包 有点凉啊 这个呢 大家看看 里面都是什么 这个是很容易的 也很便宜 大家受伤的早期 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豆子 豆子 黄豆 我们就家里的黄豆 缝一个布袋 把它放到冰箱里 受伤的早期 当血肿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叫做冰冻黄豆 冰酥是吗 冰酥 我明白了 这个呢 它的温度既不会太低 而且呢 它这个覆盖面积还挺大的 对 而且不冻上 成型也好 但是刘老师 您说的这个早期 到底是多早呢 一般来讲 说72小时 刚滚完楼梯 立刻敷上 对 这个东西 你随时在身上准备着 好吧 用上这个 你们知道 凉了以后 血管会怎么样 收缩 这样出血呢 出血就少 水肿就少 千万不要再早期热乎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 电热辣带 电热辣带啊 你们是辣是吗 辣 我们往往说 你热水带不就行了吗 你非得要用辣带 热水带 100度热了 敷在身上 有的时候 你不电东西 会怎么样啊 烫伤 烫伤 出现烫伤 我们用的 一用电热辣带 它的溶点很低 大概一般 它60度左右 它就已经 完全都融化了 这个时候你放上 它5 60度的时候 只会 你会感到 稍微大一点 但不会把皮肤 烫成烧伤 那么这个呢 是在水肿的后期 等水肿期 出血期都过了以后 再用这个 早期冰 晚期呢 热 因为这个是你居家旅行 必备良药 那么对于这些 一到冬天 膝关节就疼的这些病人 他们是需要用冰敷 还是用热敷呢 中医有一句话 叫做通则不痛 不通则痛 用冷敷的话 它会精卵 卵缩 血液就更不通肠 如果我们给它热的 那么血管扩张 那么通透性会很好 它就会疼痛减轻 炎症也会消失 所以如果是 长时间的病痛的话 用热敷是对的 对 中医还有一句话 叫热者含脂 含者热脂 老含腿顾名思义 肯定是要热敷啊 那么刚才说完了 我们受伤的病人 怎么保护这个膝盖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 可以加强我们膝关节的强度 让它免于受伤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 吴子眼宗丸 独家光明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 可以加强我们膝关节的强度 让它免于受伤呢 那就是四头肌锻炼了 四头肌在哪呢 这块 我们这一块下来的 一直到这儿 有四个头 四头肌实际上是这个 股四头肌 对人体运动 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膝关节曲曲时 股四头肌的收缩 可以对抗重力 维持膝关节稳定 究竟在家中 如何锻炼股四头肌呢 就让运动康复专家教给您 第一种 坐在椅子上进行锻炼 首先 双手垂直 扶住椅子 固定好身体 然后勾脚肩 伸直腿往上抬起 保持十秒钟后放平 每条腿坐十次为宜 第二种 仰卧位进行锻炼 首先勾住脚尖 伸直腿向上抬起 腿与地面保持在40到50度为宜 同样 每条腿坐十次 在仰卧位锻炼时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变化 可以先让脚保持外旋 或者内旋 然后再抬起 这两种在家里锻炼 骨四头肌的方法 都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膝盖 防止伤痛对我们的侵害 潜伏在身边的恐怖细菌 竟是心梗 脑梗 阿尔兹海默症的致病原胸 在我们急诊就有这样的病例 就是因为这种恐怖细菌 透露的蛛丝马迹 如何分辨是否已被细菌侵袭 一横一纵一内 恐怖细菌离你到底有多远 如何才能常住健康高定 敬请收看下周一晚22点 北京卫视 我是大医生